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最近我都四處跑跑跑 因為朋友生日就出國去度假 不然就是有人要嫁娶 我們就是去留下一個 那就是很多的明木 都讓自己有機會吃很多東西 有時候還會小酌一下 那個熱量就很高 如果說聖誕節 月月過年 團年 飯 真的要稍微烤一下 我是覺得大家有一個 明木做會吃飯生活是很讚 很輕鬆 要不然一成不變很無聊 所以有些好朋友是非常好的 有家人一起互動 但是吃完之後你就自己要稍微 稍微摺一下 不要讓這個體格走進去 因為這個衣服就沒辦法穿 有時候太胖 有的時候是造成負擔的 所以今天的節目當中 請到來賓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如何保養自己體格 當然待會兒我也是可以 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介紹這一位 他的心情就是開朗 我覺得胖瘦對他來講不重要 他就是這麼可愛的布蘭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布蘭妮 你們覺得看過 黑色的冷藥 因為年紀漸漸大 但是因為要保持身材 真的很困難 如果我吃一頓 以前可以一頓沒吃 可以上兩公斤 我現在吃一頓要兩天沒吃 才可以上三公斤 真的 好 待會兒我們來收看 還有一個就是 沒吃真的是對 也不是 也要有開朗 好的 現在請到這一位 他身材非常地好 他充滿了自信 那就是我們的靜雯 鳳姐好 大家好 我是靜雯 年底跑趴 不間斷 體重失控 怎麼辦 今天真的要注意 大家就來分享一下 學一下 好 請到這位專家 我好喜歡他 因為他每次都沒看薄 然後直接分享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 不會那麼辛苦 就可以稍微保持住我們的身材 他就是我們內在美的達人 秀玉 歡迎妳 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要先跟大家講 吃再多不用擔心 只要有秘密武器 你的身材就算過年也不會糟糕 你看他的皮很好 你有沒有看這個坐一下 我賣比較稍微 你有沒有看 身材很好 那如果我不知道 要怎麼坐一下 坐到頭上 但是我看這樣可以輕鬆坐一下 我看就很慘 妳知道嗎 妳現在意思 有壓力 妳手天氣 妳意思要讓大家說黑色的 黑色的冷藏 妳說 意思是三層就對了 對 送坐下來 無駄 多少都有 都要買的時候是不會這樣 就真的一勾過來 漸漸漸漸漸 有的年紀 有的時候就是 代謝比較慢一點 妳買的時候吃到過年 真的 身體如果 體格漸漸是不會怎麼 才會輕鬆 對 今天像我也是一樣 我以前身材很好 胸部又大 胸部又大 現在也不修 我現在已經 要快70公斤了 快70公斤 可是以前是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最近就是想要生小孩 所以我婆婆 媽媽媽 都一直給我補 每天回家都是雞湯 三腰燉雞湯 排骨 一直補 我就開始覺得說 趁上體重 快70了 我的衣服都不會穿得怎麼樣 而且妳常常說洋裝 像妳以前穿那個曲線很漂亮 洋裝 結果現在洋裝妳會發現 肚子那一塊突出來了 或是拉鍊撩不起來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妳就要有很好的祕密武器 妳才把它塞得下去 對 要塞得進去 而且要看起來是這樣 不只塞一塊 這很重要 我先一下就看她 塞得進去 然後這裡改造就要塞 然後這裡又塞一塊 我很幸福 妳知道什麼 先途好笑 但是這個的確是 每一個人有的祕訣 這個代謝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說搭配衣服很重要 所以有人就是可能 腳比較瘦 對 就盡量秀腳的地方 秀腿對不對 就給人家看她的腿 可是她這裡比較大的人 她就 看衣服可能不要穿太緊 遮一下 因為像我肚子就是比較大 所以我平常的 看不出來 平常的裝扮 我都是那種散型的孕婦裝 可是有時候 就是工作場合 需要那種比較貼身的時候 肚子藏不住的時候 就要趕快 秘密武器要拿出來 趕快把它穿上 就 小腹突然就平了 突然就 視覺上效果看起來 好像少了五公斤的那個感覺 對 靠上去就好了 這妳也要跟我們不男女修分享 對 因為我也 知道要怎麼穿什麼衣服 問題是穿著 我穿著改變的衣服 對 都會衣服敏感 怕都會膩膩 如果看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就外國後面 膩膩的地方 跟妳穿什麼衣服 不可以讓我看到 就是材質要挑 因為其實很多人家裡 可能都有十幾件的塑身衣 但是穿不穿 有的可能是穿起來很暗 有的可能是穿起來 你放著的時候 因為它的側縫線太多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癢 然後一直抓 或者是有的是 為了讓你的胸部集中 脫高 它在下緣的地方 它會有鋼圈 你穿久 這裡整個都會瘀青 不舒服 所以很多媽媽其實都知道說 穿起來會漂亮 但是穿不穿 穿不穿就沒辦法 身材就沒辦法 所以我每次出去逛街 我想要遮遮掩掩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是 披肩拿大條的整個遮起來 這樣出去你就覺得好像可以 或現在不是有流行 那個什麼超級尺寸的 整個大件 整個都遮起來 我覺得好像比較好 可是如果說有比較適合 要穿那種貼身一點的時候 緊身的 那我也是覺得開始有點痛苦了 因為你緊身一點的時候 你不能說像穿一個好大的外套 把它蓋起來 這樣就不漂亮 所以就 你等於說你穿一個很貼身的時候 裡面你要再把其他的肉 再藏起來 我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在我發育的時候 大概讀高中 國中的時候 我媽媽就叫我穿那個 整項 就是人家以前都用 扣子很多 阿嬤那種在穿 就是在那個年代用 要不然就繩子很多 扣起來 扣起來 要不然就這邊扣子 我是在 那個時候 那個是棉布 那個時候 我媽媽都叫我穿那個 所以現在 讓我可以保持 還有一點腰身有什麼 其實要謝謝媽媽 對 媽媽是對的 很早就先保養了 因為美鳳姐 她是從年輕的時候就有在做 她的身材是整個定位 所以賣金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要穿 雕塑身材的塑身衣 我們要先了解自己的身形 因為像有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就是穿很多層 上面一層 上面一層 還有一層 可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沒有一體成型 它就會有一段一段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要先穿塑身衣 就是先了解你自己的 一個身材的曲線 最好的就是 它從你的這個胸部的地方 幫你 然後褲子幫你做加壓 還有屁股的地方 可以讓你翹起來 所以它的 材質類的東西 還有它的一個剪裁都很重要 那個保養很重要 有時候穿不穿 就沒辦法 你就沒辦法來修飾你的身材 對 那你有穿過塑身衣嗎 年輕的時候有穿過嗎 沒有 我從以前我就 不好意思 我都穿丁字褲的人 所以你要 除了 沒有 所以我就會褲子 你知道嗎 我一路都這樣 不用穿什麼 所以我以前最 只是最早的就是我的腹部 到我的胸部 但是女婿這個 你知道嗎 我現在最遺憾 最遺憾的 最遺憾的就是這裡 這裡 因為這裡都做什麼 掉到下面去 掉到下面來了 我覺得以前穿不穿 我一定 因為我買過不好 所以我給那個不好的 傷害之後 我對這種衣服 說真的 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我每次買 買回來之後 穿一遍就沒穿 不然就穿到外面 趕快回家裡又有什麼 又換掉 穿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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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像布蘭妮一樣 因為塑身衣 你如果挑不好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很悶 很悶 很悶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 像這裡的 紙就開始撩 有的人是怎麼樣 擠下半身 你私密處如果說太擠的時候 尺寸有些人想說 我要穿瘦一點的 我就穿小號一點的 然後私密處那邊會黏在一起 擠在一起 我曾經有一次穿過之後 穿太擠 這邊擠然後汗一直流 結果私密處的地方 夠冷 如果夠冷之後 就會感染 對 沒錯 有可能 而且還很不舒服 除了身形沒有照顧到 還很不舒服 像我手上就有 其實還滿多 我以前的戰機 因為我這些東西很多 就是想要腰瘦一點 就想用腰夾 然後就盡量扣 扣到最小 可是後來發現 過緊 它讓你的內臟往下壓 你會變得很頻尿 然後也比較容易 壓到膀胱了 膀胱會不舒服 所以不能亂穿 往下壓 對 再來就是像這種 對 半身的 像這個半身的就是 好 也是穿的對不對 可是你的肚子 就會很大一個 然後內衣還要再穿 就是一層一層 所以你會發現 側邊都流汗 都會變濕 而且修宇你把它割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中間就有一個魚骨 對 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被勒 就會被勒出來 勒住的地方 或者是說 像很多人很喜歡穿這種 整件都是超級無敵 緊的 緊到不得了 穿起來都很散 可是你會發現 你會很想吐 因為你的胃部被壓迫住了 很不舒服 而且你就是坐下來 站起來 你都會覺得很卡 因為它是連屁股的一個地方 它的布料都是一樣 所以它屁股的地方 它沒有一個彈性度 它屁股連屁股都會被壓平 這種就是內褲穿外面 對 對 但是你其實邊邊 你會肉肉都跑出來 所以你都會覺得 我穿過一種 我穿牛仔褲 我女兒告訴她 媽 妳裡面是穿什麼內褲 為什麼 她有一個內褲的痕跡 然後還有一個 後面挖一個洞的痕跡 前面又有一個洞的痕跡 而且這一件 其實秀玉這一件有沒有 像我可能比較肉的人 頭巾像是一個大亨寶 好看 對 比較不美觀 然後或者是像這一種的 這種的其實我就覺得很煩 就是它當然是全身的 穿起來就漂亮 可是我光把這些 全部都扣完 我全身穿冷 我心情都壞了 那這個也是要穿內衣 對 這個也是要穿內衣的 然後你看它還有袖子 就整個都被憋在那邊 就是你會穿得很不舒服 對 有人可能就想要瘦身減肥 就覺得連手這邊白白袖 也想要把它撐住 其實我這樣看 我就靜雯 我跟她講話 我就離不開她的身材 皮膚又好 我很生氣 不是 你看她這樣 穿這個 這個是膚色的 我穿這一件是膚色的 然後我覺得它一個點 很厲害是怎麼樣 你穿得起來的時候 它就自然而然 妳就挺胸 挺胸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件好處是什麼 一般瘦身衣剛剛想好 好多件都是沒有內衣的 你要另外再穿內衣 對 可是這一件它直接 它就是可以幫你撐起來 對 然後腹乳 像我其實快70公斤 其實腹乳也是很嚴重 它就這樣子幫你撥過來 撥過來 所以你看起來 都是自然地上升 有 都在講話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點是怎樣 這裡很好 肩肩帶 因為它肩帶是做寬的 寬的 寬版的 所以你這樣子的時候 它不會說因為你胸部 怎麼樣它就是 整個施壓性會比較好 而且幫你提脫 提脫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然而然 講話的同時 然後人家就挺得 你整個挺胸 胸部是好看 集中的 身體很好 真的 對 因為它剛剛在穿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還特別注意 它腹乳會不會跑出來 對 包起來 結果 竟然是沒有 我看到它穿的過程 對 真的很羨慕 所以它講到一個重點 你要挑這個 這個瘦身的衣服 第一就是材質要好 還有就是要注意到 連這個肩帶的寬氣 細節都要注意 要釋壓 這是重點 所以像我很喜歡這一個 是因為這個是一間 35年的內在美品牌 好漂亮 做的 而且它就是 你光拿起來看 你都覺得很賞心意味 好美目 因為你看從這個罩杯的地方 它就是那種 法國宮廷式的一個做工 就是那種蕾絲 感覺起來好像在穿那個晚禮服 然後就是像肩帶一個地方 它也是用蕾絲一個地方 然後再幫你做寬版 所以它會釋壓 它不會像那種一條線的 就是你拿起來之後 都跟它溜出來 沒問題 在這個勾的一個地方 它會幫你做抓皺 所以像我的胸部 我是小A 連B都不到 它就會直接 因為有抓皺 所以你會覺得 胸部好像有點飽滿的感覺 它又是罩杯做那種側腿性的 所以你看 這邊有婦孺的地方 它全部幫你往A推 所以我本來沒有胸部的A 就很集中 有一點點事業線這樣 就會心情很好 它罩杯摸起來又是那種 下後上保 所以你裡面不用再 用貼牛布拉拉 或者是另外再穿一件內衣 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因為 我的肚子超級大 然後它在這邊 肚子的一個地方 全部都是用 所以像我這樣子穿起來 我其實肚子超大 但是它就會直接 來囉 來囉 就會有平了的感覺 所以沒有人就是覺得說 原來我裡面是有穿素的事情 因為它直接就是 我穿個外套 它就是 一件就可以了 對 牛仔外套也可以 修宇 你現在穿的是跟靜雯 兩個是一樣 一樣的 顏色不同 對 我覺得這個兩個顏色超百搭的 對 什麼衣服都可以搭 穿襯衫的時候 白色襯衫穿膚色 對 穿膚色 它不會透 或是想要性感 穿黑色也OK 也可以 去派對的時候就很方便 然後還有就是像 布蘭妮姐姐剛剛也會一直在問說 這個觸感好不好 因為這個觸感很重要 就是接觸到皮膚的一個地方 它一定 車縫線不要太多 像你這樣子 是的 我們雖然這一件沒有車縫線的 對 一體成型 可是它總共 它有 裁切片去做到一個 剪裁的 所以它每個地方 像屁股的一個地方 它的彈性就很好 它不會壓屁股 而且不咬肉 洗的時候這可以拿出來 你把它抽起來就不會洗 抽起來就不會變形了 而且像很多人家想說 這種感覺很高級 會不會清洗不方便 其實它其實用水洗 加一點點沐浴乳就好了 而且其實你看 一般很多以前都設很 鋼圈 鋼條 對 可是我今天 把內衣這個抽起來的時候 我可能連整個內衣的地方 是無鋼圈對不對 對 我連肚子的地方 我連我胸部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都是沒有鋼條 沒有鋼圈 所以這樣子一件的 好薄 就這樣 這個洗的話要用那個 你就是洗衣袋 直接丟洗衣機就好 像我是直接手抓一抓 抓一抓就好 因為它底下是 上色鼠超方便 就很方便 不用可見脫 這裡面也可以穿一個 薄的無痕的內褲也可以 對 而且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因為真的有些媽媽 她的屁股會比較大 所以你就可以用自己去調整 然後她的包覆性又很好 但是她穿起來 沒有壓迫感 那很重要 對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細節的地方都很舒服 而且你看像背的一個地方 又是用那種U型的美背 所以你如果穿那種 比較透明的 也是很好看 好 這個呢 我們來分享一下 對 這是我 所以我剛剛才說 我肚子非常非常地大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穿起來 看不到 我這邊的這個肉有沒有 整個都收下去了 真的 整個都平了 然後側面也是 整個全部都收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件我好喜歡 而且它可以穿著 讓我是很舒服的 穿一整天 不是說我為了要某個宴會 然後只能穿一個小時 就要脫掉 我可以穿一整天 然後一整天都 非常地舒服 然後透氣性又很好 因為台灣太潮濕了 所以它穿起來就是透氣性 而且其實不只羞育 像我本來 我也是都有肚子很大型的人 肚子本來很大 然後背後肉 也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因為其實快70公斤 哪裡都是肉 可是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如果你今天 你是體重比較重了 但是我有曲線出來的時候 你看起來自然而然的 我腰身 對 曲線就漂亮 所以我這樣走出去 我就覺得 我只戴一個小外套而已 抬頭挺胸 有胸 肚子是平的 人家看起來屁股又是翹的 所以你怎麼樣請擦 走出去都是很有自信的感覺 這個我可以見證 他們進來的時候 這個衣服快要爆出來 要爆開 他裙子這個肚子 他一探開 我想說奇怪 換個衣服也沒有人進去 為什麼出來人變那麼瘦 我也要瘦 因為我們在後台 我們就在那邊換衣服 對 來的時候 特別再調整一下 擦很多 對 簡直換一個人 這樣就 不用怕說什麼虎背熊腰 或是像鮪魚肚這麼凸的 好 我覺得就是說 剛剛講塑身衣就是 它裡面這個罩杯 可以抽起來 底下這邊是厚的 下厚的 這邊比較厚 有一點比較厚 那該怎麼洗 其實用手洗洗 或是你把它用在洗衣袋裡面洗 洗完之後有一個重點就是 盡量平膚 平膚著 讓它亮乾 陰乾 你不用在大太陽底下曬 因為有時候 好的一個材質在大太陽底下曬的話 它可能就會容易變形 然後很多人會想說 媽媽就說 我可以用三個斤這樣調 其實也不要 因為它會彈性疲乏 因為它整件它都是有彈性 它有甘水 它會往下拉 所以我都是建議大家就是 平放著 平放著 硬乾就好了 平放 有的人家裡有一些蟲子 蟲子 如果沒有蟲子要怎麼辦 像我如果有這種 不是這種 我以前買那個不好的 我也會補償 因為真的沒有補償 我會用三個斤 三個斤 三個斤 我也是這樣 穿起來就好 因為它很快乾 對 空氣性很好 了解 但是整件這樣會不會穿 穿我這樣 這邊穿很久 這很方便 因為如果我們平常是穿 上下兩截還要再腰夾 你就要穿三截 這個就是你把它套進去 慢慢地往上 頂下那個 把它勾勾打開 這個勾勾不打開 也可以直接穿 真的 就直接這樣套進去 像我就是直接先勾好 就是直接套下去 然後套好的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開始把你的肉 撥到正確的地方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就是穿上來之後 有沒有 我就會把胸部往裡面撥一撥 因為原本我是平胸 可是我撥一撥下來 也會有一點點的一個視野線 就是你把肉撥到 對的一個位置 然後它也會去幫助你加壓 最早之前我是穿2XL 可是我穿了幾個月之後 我現在已經穿L 就是越穿越小件 L 那靜雯是穿 我現在是穿XL的 但是因為我以前 因為照理說 應該是要穿到2XL才可以 可是後來我就慢慢穿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它的肉肉是歸位的 對 它就不會這樣走來走去 你穿起來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停了 你尺碼就可以小一個尺碼 所以你是L 對 我穿L 我擦L 再來就是N 對嗎 你看它中間 好像蚊子又是蚊子 歐洲公平 就好像那個 有一個墊的 假透的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設計 這個不是我的真的肉 可是要整體看起來 就覺得很漂亮 很性感 我要請教 像這個 有的人可能每天每天洗 有的人想兩天洗一次 反正我的意思說 這超好 真的可以穿多久 我大概一件 我現在穿到三個多月了 可以穿很久 你唯一要換 就是因為你變瘦了 很可能 那願意 因為也穿不好 妳說我這衣服就報銷了 妳有沒有看到黑色的臉 妳穿在裡面 它就變瘦了 對啊 變瘦了 就免費到18歲的身形 重點就是過年後 我們就要稍微自己 稍微擦一下 讓那個搶救一下自己的身材 再來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種祕訣 幫我們分好 不過你們基本上 我們也是減少運動一下 然後 然後 晚上不要吃太多 對 晚上飯不要吃太多 你吃一下是沒關係 最好運動就是 散步走路也不錯 如果說 能夠再加上你 心情幫我輕鬆一下 睡眠不錯 人整個都亮起來 再加上 這樣子穿著 我覺得會幫助你 因為有時候我們代謝 雖然不好 但是我們稍微注意一下飲食 然後調整一下心情 隨時穿得住 你就很喜歡穿 我覺得這個應該穿得住 很舒服 所以非常感謝 來講分享那麼好的東西 謝謝 那這樣子你就有救了 就不用擔心了 不難你 會不會多少衣服 拉天救不起來 現在都有救了 對 太好了 她還要漂亮 她又有女性漂亮 真的 女性還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她都能分享 我現在就可以穿我女性 好的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所以要穿三個月 或是半年都OK 都可以 不有約 不有約